天外飛來橫貨來關心家住屏東喬州女老師 每天都得開車到高雄上班 就在清晨六點五十一分 開車行警臺八十八線西向十三點八公里路段 突然有鐵片飛過來 當場砸中他的頭部 行車記錄期拍到車子開到一半 駕駛座前方擋風玻璃突然碎了 慢動作再看一次 一塊鐵片從對向車道飛越分隔島 直接往小客車擋風玻璃砸過來 車子在內側車道分隔島旁停下來 警方和救護人員接獲通知火速趕來 疑似遭掉落枝鐵片砸中 車內女性駕駛當場死亡 死者是六十二歲的女老師 駕駛白色自小客車 車身留著長長擦痕 是摩擦分隔島的痕跡 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 還破了一個洞 女老師的哥哥接獲通知 不敢相信妹妹揍事 我也住草州 他的學校在高雄市都比較早 去學校上課 太突然了 清晨六點五十一分 女老師一如往席 從潮州開車到高雄上班 卻在台八八線西向十三點八公里處 一片長三十公分 寬十五公分 厚度一點五公分的鐵片 從空中飛來砸破車窗擊中老師 同事說他是資深的健護老師 未婚的他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愛護 沒想到卻在上班途中遭飛來的鐵片砸死 他的同事家人希望警方早日救出兇手 別讓他不明不白離開人世 記者林安平 吳國珍許雄文 屏東高雄報導 小蝶花 那 民意 在 工作ago 佛